胡老弟 我要退休了 想买个越野车 没事去玩个穿越啥的 买不起太好的越野车 你给看看日产图达和坦克300哪个更好 更适合我 那么好 就你的话题 我们就不说废话 直接直奔主题 单刀直入 首先呢 我想问一下老铁和粉丝朋友 如果让你去选择 你会选择这个坦克300呢 还是说日产的图达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或者弹幕 有没有买过 开过这两个车的小伙伴 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给这个建议帮助帮助他 你会选择哪一个 你想要玩越野啊 首先第一考虑到的就是你的车身的安全气数行不行 抗扭曲程度行不行 毕竟你要玩穿越的时候 有时候得走沙漠 荒郊野外 道路什么地形不知道 抗车身的强度 抗扭曲程度必须要过关 一个非常矮的车身 首先呢 这个坦克300强度还是可以的 热成性刚达到了1500兆帕 这个图达呢 也可以 它的前后的这个防灯梁啊 都是一种双重冲压式焊接组成的 也是可以的 相对比较强度呢 还是说这个坦克300能更强一些 但是图达也不弱 也是非常不错的 这两款车啊 坦克300呢 有前后两把锁 而图达呢 它是一把锁后面 都是分尸四驱 都有分动箱 坦克300的极限越野能力确实要比图达更好 就是说遇到一个非常难挑战的一个越野环境 一个大坑了 或者是一个地形 特殊地形 这个坦克300的越野能力 肯定极限越野能力 肯定比这个图达要好一些 虽然呢 坦克300的极限脱困能力啊 非常好 更胜一筹 但毕竟你要去玩穿越 如果你要在一个环境恶劣的地区 或者是需要长途跋涩 最重要的不是你有多么强的脱困能力 有多强悍 而是它的耐用性有多好 毕竟脱困 极限脱困只是一时所需而已 而在恶劣环境下 长途跋涩 才能考验到你这个车的 整个车的机械素质 行不行 你的耐用性行不行 能不能把你扔在道上 能不能顺利的通过这段恶劣的长途 这才是更重要的 一个稳定性 全车的稳定性 这才是更重要的 说到稳定性 我们就得说这两台车的发动机变速箱 发动机呢 这个图达的一个自家的重置的 2.5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在现在动用沃伦瑞亚的时候 它已经没有什么大优势了 匹配的是一个日本的捷科特7T变速箱 这款变速箱呢 争议很大 有时候好 有时候不好的 总而言之 这个车的变速箱呢 还是可以的 耐用度还是可以的 虽然有的时候有顿错 而反过来 坦克300呢 搭载是自家的2.0T涡伦瑞亚发动机 匹配的是一个彩埃福的8AT变速箱 相对比较变速箱来讲呢 还是这个坦克300的更好一些 更稳定 更靠谱 但是发动机动力上来讲呢 也是坦克300的更好一些 马力大 如果说稳定性更好一些 在一些恶劣天气上行走 那么还是这个图达的2.5层战速箱更靠谱 毕竟你不是说纯正的玩越野 我始终在极限的环境下 挑战这个地形 那通过性 那肯定是坦克300更好一些 那你长途跋涉 那肯定是不是全是那种恶劣地形 那肯定是考虑到你的车的综合素质 所以说图达更好 更靠谱一些 就是这样 并且坦克300穿越沙漠的时候 有过高温呢 开锅的表现 发动机 能倒上了 是不是 并且这发动机呢 呃 以前用这个魏派VV7上面也用过 也有过丢旧的现象 所以说这辆台车 如果你经常出去游玩的话 可靠度 还是这个图达更好一些 偶尔出去玩一下 那你就是坦克300更加好一些 它的越野能力更强 那如果长时间总出去溜兜玩 走恶劣地形环境 那你就靠谱度上 稳定性上 觉得是图达更好 那有没有开过 买过再让我成了小伙伴 对我说的没有不同意的想法 可以在评论中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